韓國歌謠界岌岌可維 繼上週Optention及Evergloor 各有兩名成員確診後 7日再度傳出 琴夏罹患新冠肺炎的消息 這下又牽扯到許多女團 包括和琴夏同個美容室的Momoland 還有前幾天陸續跟琴夏 有接觸到的姑姑但美娜 宇宙少女蓮靜 TWICE、SANA等人 連同團體成員都要接受檢測 更令人擔心的是 TWICE6日才剛出席媽媽典禮 許多歌手演員都有出席 要是真的爆發 恐怕還會延燒到戲劇界 索性在經過檢查後 7日晚間JYP發出聲明 表示TWICE成員都是陰性 和旗下有密切接觸的SANA 將會自我隔離到18日 但其他成員依然會完成預定的行程 然而新冠疫情一直以來 都有偽陰性和潛伏期的隱憂 讓網友依舊十分擔心 認為應該要成員隔離才是上策